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教授 他是我們台灣中山大學 在西執灣 電機系學士大學畢業 然後電機工程 電機碩士跟電機碩士 然後之後他有非常豐富的經歷 他在湖北大學光電室 是特變教授 然後兼電機資訊學院的院長 然後這個是戒調 這個是戒調到那邊 然後他的經歷有 中京大學工學院副院長 以及工學院工程職員工程 他目前是擔任這個 極料科學院工程 那中間老師他的專長是在 固態 以及薄膜太陽電 半導體製程設備 然後雙機 那曾經獲得在97年度 獲得國科會產學方面的結合研究 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知道現在 還沒得過解決 還是很努力 那95年 他也有結出技術 移轉的奉獻項 那麼吳老師 我大概在幾年前 我們開始執行這個 綠色科技計畫 那麼 合作這個太陽光電 產學合作 所以他在中京大學 有一個整合型的實驗室 可以連接了不同的廠商 開發一些我們管理產業 重要的一些設備 那麼做得非常的好 那麼替我們這個 教育部的 綠色科技的計畫 這一個奠定的 剛開始我們 今年還有最後一年 還要再拜託 然後我們基本上 一些車輪在這邊 那我們是不是同學 所以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 這個英俊蕭賞 東俊教授 首先謝謝師主任對我的厚愛 然後邀請我到松濤獎座來幫各位同學介紹一下 所謂的太陽光電 這方面的一些知識 我也是很榮幸 感覺到說 其實因為雖然大學教授就是做一些研究 但是還好 就是說這個研究不會說很深奧 不會很深奧 而且它有可能跟大家未來 還有整個國家 還有甚至整個社會 還有整個世界都會息息相關 所以我覺得有那個榮幸 也有這個使命感 所以我就凱然接受這個邀請 然後來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有關在綠色能源裡面 其實一個很關鍵的技術 就是有關太陽能 雖然每個人都有追尋太陽這個太陽能 然後發電 有這種夢想 可是呢 大家前仆後繼 當然這個從很多年前 大家就開始這個想 怎麼用太陽能 當然也獲製了各種不同程度的成果 但是呢 在今天我們這個全球暖化的社會裡面 大家怎麼重新來看待這個太陽能 還有就是說 我們作為一般做技術研究者 大家怎麼看待這個太陽能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其實它跟以前一樣嗎 其實呢 在大家還沒出生之前 其實太陽光發電已經很熱門了 尤其是大家知道 在人造衛星發展的那個年代 還有 到目前為止 你在美國101公路 還看到很多 那個時代 所做的一些太陽能的緊急 這個公路的聯絡電話 你就可以發現 其實太陽能發電不是全新的東西 它其實是一個至少發展了三十幾年的技術 但是呢 今天 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我們又把原來的東西又拿出來 那它到底是有什麼不同嗎 有什麼改變嗎 這就是我們今天 要給大家一點點做一些經驗交流 所以呢 我為什麼取這個題目叫做 怎麼樣發展太陽光電 那它有怎麼樣 我們未來應該怎麼看待這個夢想 當然 既然是夢想 就是每個人都想說 它是不是有真的成真的那一天 所以我們今天 各位同學其實也提了非常非常多 也很感謝大家 這個都花了一些時間 做了很多的這個 課前的這個 讀我的這個內容 那希望我等一下也能夠給大家 有一些解答 那 所以今天呢 我首先 會從這個 為什麼要探討這個能源 那從這個能源裡面呢 那麼 太陽電池怎麼應用 那當然 既然知道它的這些用處之後 大家一定會想要了解說 那太陽電池是什麼東西 那它用哪些材料 像太陽電池有非常非常多種的材料 那到底哪一種是 對我們環境友善的 哪一種是 這個適合我們未來整個在能源議題裡面 大家需要用的 因為很多人常在想 為了製造這些太陽能發電的這些東西 我們是不是要消耗更多的能源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整體的能源議題 那另外呢 就是說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再介紹一下 就是說這個太陽電池 目前台灣有哪些產業 它是怎麼做出來的 然後它有哪些設備怎麼做出來 然後怎麼樣 大家看到的都是模組化的東西 所謂模組化就是 你裝在屋頂啊 裝在這個 很多 很多大型的這個公共建築物 它的這個屋頂 或者是它的這個走廊 有這些叫做模組化的這些技術 然後呢 大家怎麼去看待它 那 未來有一天 有可能 你住的社區 整個社區的屋頂 大家可能在想 以前如果大家很了解的話 在台灣很多透天的這個房子 屋頂最多的就是什麼 就是看到一個不鏽鋼的水塔 好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 大家的屋頂 都有這種太陽能模組化的模板 甚至呢 我們看到我們現在都市叢林 非常多高樓林立 全部都是帷幕 那玻璃帷幕這些東西 我們怎麼樣把太陽能板 當成一種建材 那等一下我會介紹 怎麼叫做建材一體化 把它當成建材 然後呢 但是大家想 玻璃就是要採光啊 那你太陽光電放進去 那我就沒有窗戶啦 所以呢 大家就會想到 我怎麼把太陽能板 做成半透明的 還是一樣可以有採光的效果 但是它一樣有發電的效果 所以 就是因為有了這些夢想 所以呢 我今天才會在這邊 跟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 多花點時間 了解一個 跟你未來生活 可能會息息相關的 也有可能會出現在 你家裡 還有甚至出現在學校 還有甚至在 你的這個 四周環境的東西 那首先 介紹一下能源跟環境 那能源跟環境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從這個 剛剛 剛剛講 從1979年 開始 大家可以看到沒有 有什麼變化 大家看到了 這個 最大的 最大的變化 是在哪裡 這是在北極的地區 北極地區 這個 因為溫室效應的結果 這個臭氧層 的部分 開始 這個面積開始縮小了 那開始縮小了之後呢 全人類跟動物 遭受了嚴格的挑戰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這個重要的議題 大家就開始到 全球暖化了 因為我們的排碳 非常非常的多 導致於臭氧層的破壞 所以這 你如果真的是仔細看 這真的是很可怕的 一個現象 所以呢 這個 我們不能說只是 我們發展工業 或者是說 我們為了追求更好的 生活品質 我們為了賺更多的錢 然後不斷的開設工廠 甚至 我們說 我們這裡 我們台灣可以不要有工廠 我們可以把工廠都射到其他地方去啊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射到其他地方去 其他地方也會一樣去 這個 排放這些 這些 這些這個 二氧化碳 那它一樣 會造成對你的影響 絕對不會只是說 這個工廠不在我家裡旁邊 不在我這個 同樣一個鄉鎮市 你就可以豁免這種問題了 所以 未來整個Greenhouse的Effects 這些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所以呢 在 開始大家就開始意識到 這個 這個先進國家開始意識到 就是說 越是繁華的地區 其實越是污染的兇手 為什麼 因為 從這一張NASA 美國太空總署的合成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去開始把它合成出來 去合成說 我們全球 只要是 越文明的地區 他看他晚上 他的晚上呢 其實 只要是他的晚上 大家都要點燈 那越文明的地區 點燈的數目就越多 你看這是歐洲 這個是台灣 這是美國 相對的 你看這裡面比較暗的 晚上比較沒有燈的是哪個地區 這是哪裡 非洲 這是哪裡 南美 還有這是澳洲 澳洲當然大家如果去過澳洲就知道 澳洲只有幾個 這個 這個 東南 東南沿海的一個幾個 這個小都市 大都市 對不對 然後你看他整個中間都是沙漠 所以 大家就可以發現了 其實呢 這一些溫室效應 必須要大家 這個 來正視這個問題 然後呢 人口成長 跟沒有電的國家 他怎麼樣 來做compromise 因為沒有電的國家 他一定要需要用電啊 他不能沒有電啊 但是呢 如果人口不斷的成長 還有這個 整個石油 石化燃料 總統一定會耗盡 那麼這時候呢 導致於人類的預期心理 就是能源價格 會不斷的上漲 那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經濟 會不會哪一天 我們每一個人的薪水 其中有三分之一 都要用去 這個用在能源上面 這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那如何開始解決這些 一連串從你的環境 造成的你的這個 整個社會發展 經濟發展 所帶動的環境的影響 最後 讓我們能 反而必須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所以呢 未來人類五十年 所面對的這個相關的議題呢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第一個 這是這個第一個就是能源 再來就是水 第三個才是食物 所以未來 尤其是大家現在在這個在座的 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 在你五十年就是其實 因為未來的大家的壽命 每個人都是九十幾歲 所以呢 在你未來最黃金的歲月 你面對的就是這個問題 能源水跟食物 所以這些議題 我相信不再只是課本上的問題 而是跟著你的 未來你的這個個人發展 國家發展 還有你的很多的所有事事樣樣 大家覺得好像 好像離我很遠啊 全球暖化離我很遠啊 我還是一樣念我的書啊 但是你會發現 整個世界會因能源而做改變 那目前為止呢 大家估計 就是說 這些用來發電的 比如說原油啦 天然氣它 煤炭 從來沒有人 會懷疑說 它沒有用完的一天 當然你可以說 我們可以不斷的 再去探勘新的 新的石油 但是大家要記得 石油大家已經用很久了 雖然有很多地方還沒有被開採 但是呢 終究有耗盡的一天 當然大家不會等到耗盡的那一天 才會開始漲價 所以 原油只要一旦漲價 它就會帶動了整個 經濟的影響 每個人都會受影響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所以呢 大家對於未來主要能源的一些需求呢 大家就把這個眼光呢 慢慢的從石油啦 煤炭啦 天然氣啦 講到這個煤炭 大家都很清楚 煤炭 雖然是一個天然的資源 大家 但是大家 而且甚至 某些地區 它的煤礦 甚至是露天煤礦 不像台灣 有些還要挖到深山裡面 隧道裡面 那露天的彩煤這種 這麼好的礦 那拿來發電 它究竟有什麼好處 便宜 可是它 所付出的 環境的代價 有多麼高 如果 大家今天 有機會 如果在座同學 有住在 中部的話 就知道 整個 東亞 最大的火力化電廠 就是我們的 台中火力化電廠 這是在 龍井鄉 那大家知道 龍井是靠海邊 那為什麼要 一定要靠海 因為我們的 運煤船 要從 這個 港口 卸貨 然後經由 輸送袋 送到 整個電廠 那 大家如果 當然在建電廠的時候 大家可能沒有觀察 沒有觀察 這麼入圍 我可只能這樣講 如果有機會 大家經過電廠的時候 就發現 這個 火力電廠呢 它的上空啊 它想說會不會 黑喵喵一片 絕對不是 我只能告訴大家 它只有 白雲 沒有藍天 為什麼 大家一定想說 因為 我們現在很多污染防治設備 都做得很好 但是大家要記得 你污染 只是把 你的 這一些 煤灰啊 這些灰塵啊 全部收集 盡可能的收集 但是 一旦燃燒之後 它會不會有水蒸氣 會啊 所以呢 我才說 它只有 這個 白雲 沒有藍天 如果大家 嚇回到 這個電廠 附近的話 就會真正的發現 同時 另外一個 你看不見的是什麼 大家如果曾經 見過報道的話 整個台中的 龍井鄉附近 是我們整個 二氧化碳排放量 最密集的地區 所以呢 其實 如果今天 我們有所選擇的話 我們能不能選另外一種 能夠替代我們發電的 而不是純粹靠火力發電 所以呢 大家開始對於能源的 種類 開始 就會考慮到說 對能力 對環境有沒有影響 那當然 最乾淨 的東西 水力發電是最乾淨的 很可惜 台灣 這個 冬天 這個 跟夏天 它的水量 都這個 對比很大 你會看到 在冬天裡面 台灣的幾條 主要河川 都好像細油如斯 然後呢 這個 所以 水力發電其實 除了在某些 像加拿大 其他國家 他們 還有豐沛的水力 比如說 在中國大陸的這個 三峽大壩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程 但是 對於 很多國家 它沒有水力資源 也沒有這些相關的 資源的時候呢 這時候 大家開始在想 那 太陽能 有沒有可能 再重新 因為人類的技術的發展 而能夠 在這個 整個 這個需求的能源裡面 佔一定的比例 所以呢 未來 大家 有希望 就是說 全球能源 有沒有30% 來自於替代能源 當然這替代能源 種類很多 種類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不同顏色的東西 其實呢 當然 2100年 我相信 可能大家 你們看得到 你們看得到 當然 吳老師跟施主任 可能 不一定看得到 但是 大家希望說 Solar 太陽能 是不是占了很大很大的比例 這就是 可以告訴大家 這就是我們的夢想 好 那夢想 是夢想 實際上 要怎麼發展 很多人對於太陽光電 有一個 這個 過去的印象 就是說 那個好貴啊 還有就是說 你為了要太陽光發電 你是不是要 耗費更大的能源 還有 台灣的面積那麼小 能不能裝太陽能 所以 今天 大家 一定要 真的是 這個 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好 那當然 這個夢想 起源於 整個太陽能的五遠佛界 據估計啊 太陽光啊 它整個的 輻射出來的能量啊 它大概是 這個 我們 這個地球 人類所需要能源的 一萬倍以上 所以呢 就有人估計到 這個太陽的這個能量呢 既然是這樣大 那有人在想說 那我如果能夠把這個太陽能 全部 轉化 成 我們人類的需要 它可以供應多少人類 啊 那 等一下 我們會看到這個議題 那 首先呢 我們再看看 這個 有關各種不同發電 各種不同發電 那麼 它目前 它 發電的這個效率 還有 這個重坐標 有兩個重坐標 一個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一個是它的發電的 這個 轉換的這個 比例 啊 轉換的這個比例 效率 那大家可以發現啊 其實 在所有效率最低的是什麼 太陽能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 在 但是呢 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是什麼 火力發電 可是大家要記得哦 火力發電的效率才只有多少 才只有三十幾個percent 當然我們最理想的發電 最好就是百分之百的效率 百分之百的效率 所以呢 我們再來看 根據這個聯合國的統計啊 台灣啊 大概每個人啊 有這個生產 大概有12公噸的二氧化碳 是全球的三倍 啊這個其實 不用懷疑 你只要居住人口密度 越高的地區 你當然你是人家 一定是人家的好幾倍嘛 因為我們人口住的比 比較密啊 我相信如果去統計香港 香港應該會比我們更高 但是 如果去跟澳洲相比 那當然又另當別論 所以呢 其實我們如果產兩千三百萬人來說 每年所產生的二氧化碳 大概這個相當於七十五萬座的大安森林公園 所以呢 如果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為了維持人類的生活水準 考慮到生態的因素 我們迫切需要清潔的能源 那麼太陽能 啊這個 的意義是在於說 我們現在呢 使用石化燃料 即使它有百分之三十八的效率 但是呢 百分之三十八代表 有百分之六十二的能源是被浪費了 那麼呢 如果我們現在使用太陽能 我們可以把這些原本不被利用的能源 的百分之十五來發電 其實這個也有意義啊 只要說製造太陽能晶片 它不會消耗更多的能源 這才是最重要的 要記得 假設我們沒有太陽能 我們雖然是說 火力化電的轉換效率很高 可是火力化電 大家知道 百分之六十二倍浪費 這些浪費會跑去哪裡 就是跑去產生熱 跑去產生其他的這一些 對環境有害的東西 那太陽能反而是 它雖然原來沒有 可是我們如果用的上去 當然不只是15% 未來很有可能到20 甚至到45% 就看我們的科技 怎麼去發展這個太陽能的效率 所以呢 太陽電池呢 它到底有什麼優點 第一個 它安安靜靜的放在那裡 它這個沒有危險性 然後也這個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雖然有些時候你說陰天 陰天是被雲遮住的嘛 可是你要知道 假設以一個全球的觀點來說 一定有被太陽照的地方 雖然東半球西半球 南半球北半球 一定有太陽的地方 都可以使用太陽能 然後最重要是它沒有噪音 沒有噪音 當然所謂的污染D 是指說它在發電的時候沒有污染 但在製造的時候 這個污染怎麼控制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但是記得 不管是火力發電也好 核能發電也好 其他發電也好 它其實在發電的那個當下 它的污染程度 還是要很嚴密 經過很嚴密控制 所以大家了解到整個能源 雖然有很多種能源 但是它不同種能源 對於環境也有不同種的影響 所以我們覺得太陽能 其實我們只是把我們原本 不會利用的太陽能 我們只要能夠發展一種技術 能夠讓它的轉換效率提高 讓它能夠發的電比製造它所需要的電還高 那麼這時候就有意義了 所以呢 就是因為這樣的夢想 大家才開始進入到 那電池 太陽電池怎麼用它 那到底現在用在哪裡 來 首先 大家可以看到 你不要以為一塊太陽能板 就能夠做東西了 其實大家知道 一個太陽電池 除了晶片以外 它要變成板子 那這個板子就是要經過封裝 然後呢 經過把這個電線電路把它做拉好 排成一個太陽能電池的陣列 但是要記得喔 太陽電池在發電的時候 它是直流的 那所以呢 它跟我們一般的交流電不一樣 大家如果很清楚的話就可以了解 我們為什麼說 這個在我們住江附近 都會有變電站 因為 台灣電力公司 它的整個特高壓 所送出來的 是幾千幅的高壓電 為什麼 因為這樣可以降低傳輸的損耗 尤其是我們南電 北宋 還有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台中的 為什麼我們台中 電力不於潰拔 因為我們的火硬化電廠 還經常還要在支援 其他的北部地區 所以在運送電力的過程 我們需要提高電壓 那提高電壓之後 到了我們附近 你住家附近 經由變電站 然後再把它變成220 或者是110 大家家庭所使用的電力 但是呢 太陽電池不一樣 它的電壓比較小 所以呢 它發了電之後 一定要經過電力調節器 那至於說 是不是要續電池呢 就看你這個太陽電池是 它有沒有跟事變變連 如果你是獨立在使用的 比如說大家經常可以看得到 在鄉村野外 一個太陽門路燈 那它就是獨立型的 它也沒有跟其他的電線接在一起 那麼它就是 自己台天續的電 然後存在續電池裡面 然後晚上來空運電燈 這種叫做stand alone 續獨立型的太陽光電的運用 但是續電池這個要成本 所以呢 未來整個發展的 我們叫做微電網的部分 就是把太陽能發電的部分 它能夠跟我們現在原有的電力分配 來這網路做結合 然後做適當的調整 然後但是記得 每一個太陽電池的陣列 都要有這個電力調節器 那像我過去 參加過非常多 我們台灣的很多偏遠部落 那在偏遠部落裡面 大家知道 台灣因為在整個山 很多山地部落 一旦進入到天災 那麼這個 往往當地的國小 就是變成緊急避難所 那如何讓那裡的災情 能夠傳達出來 所以呢 很多山地部落的國小 我們都有裝置這個太陽能的發電站 那太陽能發電站最重要是 供應我們整個這個基地台的電力 還有就是讓整個有電 然後還有就是說 它因為是3D部落 所以很多時候它是採用這種 獨立跟混合型在一起的 就是說它平常發的電 它可以供應整個跟現有的電力網路結合 那在一旦發生天災的時候 它還有獨立的蓄電池 它能夠供應整個基地台 這種叫混合型的 但是那是屬於3D的天原部落的部分 當作為整個防災救難中心來用 但是呢 我們一般住家 其實最好的就是試電電源 就是太陽能電池所發的電 它其實是直接跟我們一般電力公司的電網 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所以這就是大家對於這個太陽能發電 當然最重要的是 如果太陽能電池只放在屋頂上 那大家一定在想 那台灣土地面積那麼小 太陽電池夠嗎 曾經有一個統計 說只要把沙哈沙漠 我們知道非洲剛剛不是看 中間的那一塊黑暗的地區叫巴哈拉巴摩 全部擺滿了太陽能電子板 它就所發的電 就可以供應全球使用 那台灣土地面積很小 所以台灣屋頂的面積也很有限 所以整個我們台灣地區 它其實特別適合這種建材一體化 也就是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x 就是所謂的BIPV 那BIPV它就是利用建築物的外表的大面積 然後呢 避免二次施工 等於說你這個太陽能板 本身就是我們的建材 也就是說我們的金屬玻璃維幕 一樣的建材 來替代屋頂、牆面、維幕的建材 而且它可以降低我們建築物 太陽光入射進來的一些表面溫度 達到節能減碳 所以在很多先進國家 它所謂智慧型的窗戶 Smart window 它就是不僅是能夠發電 而且它還能夠調節光線 所以大家要記得 我剛剛這樣子有沒有回答 大家有同學問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台灣的面積這麼小 光屋頂夠不夠用 其實呢 大家知道 台灣除了面積小以外 台灣高樓也不少 台灣高樓真的也不少 好 那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就比較輕鬆一點了 大家看一下這個照片 那當然這個 現在從太陽能開始推廣以來 陸陸續續經過這十多年以來 大家推廣到住家裡面 有的人是在屋頂、斜屋頂上 不同的建築物 但是你說 這個應該是日本的吧 為什麼 因為日本有時候冬天會下雪 所以它屋頂要是做這個斜的 台灣屋頂比較少人做斜的 因為台灣不下雪 那台灣要怎麼裝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是在很多日本的一些實際上的地址 就是裝在屋頂上 千萬不要以為 其實它跟瓦長得一模一樣 瓦是長得一模一樣 其實呢 這個未來 其實把太陽能一片一片 像前一陣子我裝修了一個實驗室 那我就說那個瓦不是很容易破掉嗎 因為椰子樹旁邊 椰子樹很大 那經常椰子樹掉下來 你們現在如果把上面用瓦片裝上去 是裝適用 可是那個瓦不能破 他說 吳老師啊 那個瓦喔 不是你所認知的那個瓦 它是看起來像瓦的樣子 事實上它是用鐵片做的 只是它把它經過這個 因為要隔熱 所以有加泡棉 然後又經過烤漆 讓你看起來像瓦的樣子 所以同樣的道理 其實未來不僅是 大家可能覺得說 因為房子已經蓋好了 所以我再把太陽能板加上去 其實很有可能太陽能板 也可以做成一塊瓦的樣子 讓你感覺到 真正是達到建材一體 那這一章就更清楚了 這是在Cuzera 大家如果看到去日本 看京都陶池 它的移運總部 它在一棟大樓 它是最早做示範建築物的 大家不是想 因為這是一般的民間住的 那大樓的裝置又不一樣 所以你看到 真正就是把它 建材一體化把它裝上去 然後呢 當然用晶片的 是一片一片組起來的 然後變成一個大面板 然後一塊板 一塊板做上去 我們目前為止 大家又在想 那太陽能的材料有很多種 那有一種材料叫做用薄膜的 因為薄膜的 大家理論上來講說 它的耗損成本 它的發電成本會比較低 它也就是大家經常在想 如果我今天發展一種 太陽能的電池 那麼我製造它所需要用的電 會遠小於未來這個太陽能電池 二十年三十年所發的電的話 那麼我做這個太陽能板就值得了 所以大家經常在購弊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做這個太陽電池 會不會我花的電很多 來製造這個成本 來製造這個電池 可是這個電池 二三十年所能夠發的電 還遠不及於它的製造 大家經常在懷疑這個問題 但是薄膜就是大家的夢想 為什麼 因為一個太陽能晶片 如果是用晶片來看 它可能是有兩百個微米 如果是薄膜 它可能只有兩個微米 所以它的厚度減少了一百倍 百分之一 所以它耗損能量更少 所以目前為止 整個太陽光電 大家就在想 如何從晶片 然後這種比較浪費材料的一種觀點 變成一種節省材料 然後效率又能夠達到一定水準的 薄膜太陽能 然後做成烏網來使用 所以呢 實際上 大家可以看到 這就是用薄膜做的 有沒有看到 美觀很多 美觀很多 就不會這樣一片一片 美觀很多 其實它只是放在屋頂 而且它也不會像 有個發電機這樣說 嗡嗡作響 你要記得喔 風力發電 它絕對很難 裝在我們的住家附近 如果裝在住家附近的風力發電 都是那種很小 很小的裝飾用的 大家如果真正在風力發電附近 就可以知道 其實真的發起電來 那個噪音是很大的 絕對 你找不到有一種發電 它可以安安靜靜 裝在這裡 然後呢 就把電發出來 然後靜靜的把這個電 送回去電廣去 所以 這就是它可愛的地方 所以 大家對於太陽能發電 要有一個觀點 我如何去製造 用很 炎降 很 節省的 電力 製造出這個太陽能板 能夠供應二十年三十年的電力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這個BIPV 還有整個建物的設計 大家是不是也知道 像這個像不像我們台灣的很多 這個鄉村的這個 所謂的豪華農設 其實這是非常接近 所以呢 另外 在很多這個叫做玻璃維幕的部分 玻璃維幕的部分 我們雖然是整個叫做太陽能板 但是呢 它有些是半透明的 它還是不會影響到採光 所以這是活摸太陽能的玻璃維幕 那玻璃維幕 在整個都市化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建材 也是一個 因為都市就是屋裡面是有限的 但是 如果一旦我的太陽能電池 能夠做成玻璃維幕的話 而且 符合建材一體的話 其實 它的效益 它不僅是隔熱 它還能夠發電 所以 它的運用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這個是在 這個是在 這個 其他相關的 這個 是美國 Hermus這裡可能就是像薄末的這種東西 大家如果再近看 你看 你看得出這是瓦嗎 其實 它原來的 有些瓦在這裡 有些瓦在這裡 它可以做的跟瓦一模一樣 所以 這一類的東西 大家再繼續看 也有 薄末太陽電池 它也有半透明的 也有半透明的 大家看到這一片是薄末 然後呢 後面的花你也看得到 所以 這種最適合做來我們的一般大樓的建議 因為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大樓 因為我裝了太陽能 我就看不到光線了 因為大家希望每一個工作都需要有陽光 大家絕對不會想要活在暗室 所以不會說一個玻璃帷幕 全部被太陽能板遮住沒有陽光 其實是不會的 而且 我們現在的科技 甚至 大家如果去南部 看另外一個示範建物的話 整個薄末太陽能 它用雷射雕刻 把圖層 一個很大型的圖層 雕上去 雕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得到 不僅是光線可以透過去 它一樣可以發電 當然會犧牲一下 一點我們的發電力的量 因為被雕刻的部分不會發電 但是 你可以看得到 那種壯闊的整個圖層 由薄末太陽能電池 所呈現出來的建物 所以 大家要把很多 現在很多的太陽能電池 其實是跟建物結合在一起 它不再是像 我們過去所想的 好像是只有屋裡能夠用 所以呢 這個就是 有關這個 不同的透光率的電池 甚至你也可以做成 彩色的 薄末太陽能電池 配合你的 裝置所需要的東西 好 那當然 大型建物 像 很多時候 我們為什麼採用玻璃 因為玻璃可以做走廊的一些隔離 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個地區 在各個大型建物 已經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示範 我就不再多講 我只能告訴大家 其實太陽能電池 剩下的就是成本 那成本跟很多東西有關係 還有 到底它是不是要我們花更大的電力 才能夠製造這些東西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尤其是 目前在整個 這個像 像這個是 這個 京都陶瓷的大樓 它整個側面 全部都是 這個 他們公司所生產的 太陽能電池 因為這個 它剛好是 東西巷的建築物 所以它在一個建築物 這個長方形的建築物 在東西巷的部分 特別擺了這個部分 好 尤其在公共設施 公共設施的部分 其實也很多 當然 最重要的是 在我們整個生活周邊 也很多 甚至 不管是 照景燈 路燈 這些東西 大家現在這些 都比較不陌生 但是大家或許陌生的是 在太空 其實太陽電池 開始被大家重視 其實不是為了要 滿足 環境的需求 它其實早在美國 發展這個 人造衛星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發現了 其實因為衛星 它需要有電力工藝 所以早期的太陽電池 它是屬於軍事科技的一種 只不過 因應 人類 尤其在第一次石油危機 大家開始意識到 太陽電池能不能取代石油 然後後來石油變便宜了之後 太陽電池就被踢到一邊去 可是呢 只有經過了三十年之後 大家發現 其實應該是這麼講 因為 現在的科技 又比以前更精 新的材料不斷地在製程上做改進 然後我們在設備上 也做了很多的調整 大家很難想像 我們現在做一般 液晶螢幕這種 TMP這個液晶電池的大的製程設備 它的技術的改良 居然也可以慢慢的應用到 大型的太陽電池 這個發電的製造上面 所以過去我們二三十年來 從半導體到面板 大家把這一類的技術 在跨領域轉到做太陽電池 的這個晶電 尤其是薄墨的這個模組上面 其實 跟三十年前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在三十年前 我們大家最後對太陽電池 有一點幾乎放棄了 為什麼 因為覺得它的效率太低 它的成本太高 所以大概就只有衛星 跟這種這個人造衛星用得起而已 可是經過人類 雖然我們發展不同的科技 發展半導體 發展面板 發展其他奈米材料 大家發現太陽電池 其實是可以被改善的 所以正是因為如此 我們再談另外一個應用 就是有關在落後地區 雖然大家都有電客 大家從來不覺得 這個電是一種生活上的必需品 那是因為你們生活在台灣 大家可以了解 在很多落後地區 其實這些部分 太陽電池 就像大家知道 曾經聯合國推動的一個叫做 荒靡計畫 因為大家每個人從來不覺得說 在家裡看書 就把這燈打開就好了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很多落後地區 尤其在西藏地區 它其實只要一個太陽電池 跟一個蓄電池 白天可以充電 晚上可以用發光二極體的白光照明 它可以讓每一個年輕人 甚至是學童 晚上可以看一個小時的書 這就是過去聯合國推動的 在落後地區推動的光明計畫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太陽電池在拯救 在落後地區也扮演了它的一定的角色 這個是甚至 還有你在沙漠裡面 如果想要喝冰的可樂 你可以用這種駱駝 來佔運這種熱電轉換的這個音響 那所以呢 你這樣看 這種可樂 可能就不是至少一瓶應該是兩千塊吧 如果你在沙漠地區 看到這種落頭 你應該也會想喝這種可樂吧 所以 這個 事實上 那在國內 四處可見的這個太陽電發電 如果大家有這個 到這個地方繞的話 那大家可以發現 其實在這個 不管是在玉山 在中鋼 在其他幾個大學裡面 在墾丁國家公園 在其他裡面 其實這就是在屋領上裝飾 屋領上 像這個清明科大 因為離中鋼大學比較近 所以 他已經看到 他是在屋領上裝的 這是已經裝得很久了 當然 這是在過去 大家認為 太陽電池只能裝在屋領 但事實上是不然的 那 目前為止 現在開始 國內的第一個 試辦的太陽能電廠 開始在動工 那在國外 其實太陽能電廠 開始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是很壯觀的 那太陽能電廠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太陽能電廠最重要的 就是說 它可以把我們的電力系統 從原來集中化的 大家有沒有經常聽過 南電回送 就是 我們的核能山場 因為南部用電量沒有那麼高 多餘的電力 它可能要送到日月潭來 日月潭 再把這個水 這個抽上來 然後再發電 就是做這些電力的調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沿著中央山脈 有非常多的高壓電塔 在扮演這個雙回路的這個電力運送 一旦這個回路出問題 很有可能就變成 這個電力供應的不穩定 所以大家是在想 我如何製造 我們分散式的電力分布 也就是說 我處處有小電廠 但是這個電廠 在一旦這個電力需要做 輸廢電調度的時候 這些電廠籌碼變多了 尤其是在台灣地區的南部 因為日照衝突 所以日照衝突的結果 大家可以看得到 讓我們尤其這樣 這些目前在西班牙 在很多國家 這種Solar Farm Solar Farm就是太陽能電池的發電廠 我們把它稱之為農場 甚至你可以把我們國內很多廢棄的部分 都可以建造電廠 那這些大型的太陽能電廠 其實正方興未來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很安靜 有人說 有人經常提到一個問題 這個電廠 知道說灰塵 這個灰塵如果沾上去 這個就不發電了 其實太陽的電廠在不同國家 不同地區都有不同的問題 比如說 你如果在西班牙 你最擔心的是什麼 你一旦下了雪之後 雪把它蓋住 那也發不了電 你如果這樣在金門的話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金門吹海風 海風都是鹹的 然後呢 隔天之後 太陽能板很多都是上面有一層天 然後呢 如果是在沙漠地區還好 乾燥地區還好 所以其實正是因為如此 在整個太陽能電廠的推動過程裡面 才需要有更新的科技來解決這些問題 比如說 我曾經發生過一個朋友 他這個在金門地區 裝了太陽能路燈 然後呢 隔了一陣子 這個 這個當地的人一直打給他 他說你的太陽能路燈全部死掉了 搞壞 這個通通不行 結果呢 後來就真的發現 因為他的所有太陽能路燈 這個太陽能板上面 全國積了一層鹽 所以蓄電能力不夠 所以 這個能不能解決 當然可以解決 為什麼 因為 我們很新的科技裡面 都是有這種 自己清潔的技術 所謂自己清潔的技術 就跟 大家有沒有聽過 奈米科技的這個 蓮花 這個有蓮花效應 他表面不會沾水 那表面不會沾水 他有沒有辦法 這種 現在這種技術 正用來發展在哪裡 在很多污網 尤其是在下雪的地方 他的網 如何不會讓雪積上去 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這種奈米科技 居然是用在 這麼樣的一個應用 一樣的道理 它可以防止積雪 當然就可以防止我們的太陽能板 積灰塵 積這種海田 這類的東西 所以呢 講了那麼多 我們也把應用講了一下 所以接下來 我們就要開始 大家對於應用也了解 大家是不是 開始有點興趣想要了解 太陽電池 是什麼東西 所以大家在座的 我看有很多 有工學院的 也有管理學院的 也有理學院的 當然還有很多 接下來 我們來介紹太陽電池 那大家首先看到這一張圖 在整個太陽電池 太陽電池怎麼發電 當然 太陽光 我們照到一個材料 這個材料 我們把它 有這個 P型跟N型的材料 做出來 結合在一起 然後呢 它照了光之後 就產生了電子跟電動 那電子跟電動 就可以讓太陽 點亮 那有人說 太陽光上去 會不會反光 會 所以呢 我們會在太陽電池上面 做一層什麼 抗反正膜 抗反正膜 就跟我們眼鏡上面一樣 那鍍鍋層膜 一樣的道理 好 那太陽電池有沒有什麼損失 當然有損失 好 太陽光 你看到 太陽電池 剛剛不是講嗎 再重計一次 來看一下 太陽光照下來 產生的電子電動 跑到旁邊 那會不會 會不會損失 會呀 它在自己本身 會被吸收 它在表面 也會被吸收 所以最後 怎麼跑下來 所以 我們知道 太陽電池的效率 不要說百分之百 如果你 像 我們知道 在日本 這個 2030年 它的目標 是要把太陽電池的效率 做到45% 那我們現在 目前比較普遍的 有18的 有17的 有10%的 那所以呢 這些損失都會造成了太陽電池的效率下降 好 那麼 我們剛剛講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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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的 叫做表面負荷 然後 在這個 裡面的 叫 裡面的內部的吸收 然後呢 這個 繼續呢 那太陽電池發電的原理是什麼 基本上 就是太陽光 那在P型跟N型的這種材料 半導體裡面 那等一下 我會再講 什麼叫做半導體 然後呢 那P型N型 那在P型裡面呢 產生了多於 電子電動 經過這個 接面分離之後 然後呢 讓它產生 把電池出來 那你會發現 這電池出來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到 喔原來 它整個電流 電壓的特性體現呢 它 它會照光之後 它會有一個開路 電壓跟轉入電流 那這個是我們的工作點 那未來 如果更進一步 要去了解它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有一個等效電池 它就相當於 因為既然發電 就是會有一個電流源 那有一個電流源 就有一個內電阻 還有一個串連電阻 那麼就是 你其實把太陽電池 就好像是 把它當成一個 會供應電流的 一個組件 但是 這個供應電流出來 它會有什麼 自己有阻礦 這個阻礦從來來 就是它可能表面會吸收 很內部會吸收 就是這些 我們叫做 串變連的這個組件 好 最重要的 大家可以 不了解太陽電池怎麼做 但是一定要看得懂 太陽電池 因為 將來很有可能 就跟你去買電腦一樣 你買電腦 你可能需要什麼 要知道 它有多少配備 對呀 有這操作 這個到底它的 記憶體有多大 好 那太陽電池 你說太陽電池版的話 你需要知道什麼 你一定要知道 它的什麼 太陽電池的效率 那因為 整個太陽電池 它有一個工作曲線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方形的區域 就是它的最大電流電壓的面積 就是 除不上 我們的太陽光 標準光源的 這個 功率 的 這個照射 這個電光的強度 然後呢 這就是我們的效率 然後 所以呢 這一點是我們的工作點 就是我們 最大電壓 乘以最大電流 的工作點 乘出來的面積呢 除不上 我們的 注射光 的總能量 然後 除上單位面積 就是我們的效率 那 紅色的這塊區域 跟 方形的這個 面積的比例 我們叫做 填充因子 那 Fear Factor呢 基本上就是 證明你這個電池 設計的好理化 電池設計的好理化 這個是 有關太陽電池的 效率的計算 因為 未來 在很多太陽電池版上面 都會有 這一個東西 就是說 你的效率是多少 不同電池 有不同的效率 有不同的價格 那你到底要買哪一個 才划算 這個 跟消費者心態 就很有關 所以呢 最後 太陽光 大家要了解一下太陽光 太陽光 太陽光在可電光 大概就400到80 然後呢 我們在紅塵黃 綠蘭電池這些光裡面呢 我們讓太陽光 照射到這個太陽電池 然後 我們要算效率 就是要有一個分母 這個分母就是 我們去計算 我們去計算說 太陽光 大概 這個 在中午 在這個 不要看中午了 經過大氣層 是不是會衰減 經過大氣層 衰減之後 照在地球表面 在9點鐘 或者是下午3點鐘 它的入射的光 這個 每當位面積的能量 我們把它當成分母 照射到這個太陽電池 它產生多少電 相處就是效率 好 那 這個 我們 這個 第一節課 大家 對於這個 了解 這個 我們太陽電池的 相關的這個 部分 那 這個 也一定 更想要了解 它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它效率能不能再提高 所以呢 我們 是不是休息 五分鐘 各位同學 休息五分鐘 我們五分鐘之後 再繼續上 謝謝 好 那 大家 接下來就在想 那太陽電池 到底是什麼材料做的 那 可以跟大家介紹 就是說 不同的材料 它因為有不同的 吸收太陽光的能力 所以呢 我們做太陽電池 一定要 如果可以 我們要找那個 對太陽光 吸收的力要很好 那所以呢 到底 譬如說 假設有一個材料 它可能要 200微米 它才能夠 把太陽光全部吸收完 有另外一種材料 它可能只需要 兩個微米 它就可以把太陽光全部吸收完 那當然 做太陽電池來說 你一定要選擇 什麼 吸收效率 吸收效率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 有一般的單晶系 有一般的畫者 也有微晶系 那因為不同材料 它的結構不同 吸收能力也不同 所以呢 由大家發現 如果是非晶系的材料 一個微米 大概就相當於單晶的 200微米 那 所以從材料的觀點來看 你應該用 非晶系還是用單晶系 當然是非晶系 因為它的吸收效率比較好 那 所以呢 因為吸收係數相差了100倍 所以厚度也相差了快100倍 那當然成本也會相差100倍 但是 有沒有那個生產技術 能夠讓這種材料 做得這麼大片 這又是另外一個技術發展的挑戰 所以不是說你材料找到了 那你還要設備要做得出來 所以 因為我們的單晶是發展最早 最成熟的 所以雖然它 這個 這個 成本很高 可是因為它效率很高 所以 在 我們過去這10年來 大家 絕大部分都把心力 放在單晶的這種材料 那單晶的這種材料呢 它的吸收 它的吸收效率 我們覺得它反而是不好 因為它要很厚 才能夠把太陽光吸收 只不過它因為技術成熟 可是呢 你吸收效率好的呢 它製造技術不成熟 所以呢 反而大家 是大家目前 急著在發展的一種技術 所以所謂的吸收 基本上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一個半導體材料 它有一個能性 然後呢 你如果你的這個太陽光的能量 超過這個能性 能夠把電子電動分離 那麼這叫做吸收 能夠產生電子電動 這就是叫做吸收 那麼不同的材料 它有不同的這個 這個轉換效率 比如說有結晶的 結晶又分為單晶多晶的 目前我們國內生產的最大宗 其實都是在單晶跟多晶的 那目前正在起伏的是飛晶的部分 那是因為效率低 其實效率低 有時候不是材料不好 而是因為整個製程 還有整個設備上很貴 那大家現在開始又轉向 有沒有其他材料 效率可以不錯 然後呢 可以這個設備也可以 利用我們這些面板的技術 在同時同步 所以目前為止 在整個太陽電池裡面 有非常多種材料 其實呢 應該是這麼講 單晶多晶已經發展 這個大家已經了解 它未來一定可以超過20 可是它的成分比較貴 那有沒有一種 雖然效率沒有那麼高 可是呢 它的成本 卻比單晶多晶 第一個 一二十倍的東西 大家就寄望在這些 化合物的這些部分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再看 那整個太陽電池 像這種都是 有時候太陽電池為什麼是黑的 知道為什麼要說黑的嗎 因為黑的才不反光 不反光代表什麼 所有的光線都吸收 這樣知道嗎 所以呢 我們太陽電池晶片 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到 所有太陽光都吸收 那你一個東西 一個太陽光打到這個材料上面 全部都吸收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是已經黑的 因為沒有光線 可以反射到你的眼睛嘛 所以你就看起來是黑的 所以呢 我們目前太陽電池 一定要把它表面做成這樣子 很粗躁 很粗躁 讓它看起來很黑 然後呢 有抗反射膜 讓它也不會反射 然後把它電極拉出來 這就是點極的 單晶的太陽電池 那接下來 看材料跟特性 在材料跟特性裡面呢 這個是我可以用文字來代表 就是說太陽電池 大概就是從紫外線到紅外線 那麼呢 如果換成的光子能量 大概是0.4電子分刻到4個電子分刻 那通常 我們這個材料 一定要選擇太陽光能夠吸收的 所以我們的能力 絕對怎樣 要跟這個東西 要怎樣 能夠吸收太陽光 也就是說 你能力不能太大 太大 代表所有太陽光照進去 全部都是透明的 對不對 所以它不吸收 所以理想的太陽電池材料 能性在1.1到1.7 然後呢 直接能性 然後可以用薄膜層積 可以大面積製造 然後效率才會高 同時呢 一個太陽電池 至少我們希望它 希望它多少 25年到30年的壽命 記得 所謂25年到30年的壽命 不是代表它不會衰減 而是 當我25年或30年之後 它的衰減的程度 是你說我規定的 可能可以跟原來裝的 是差了5%或差了10% 你說完全不會變 這是騙人的 全世界 因為就算電池不變 它的很多封裝材料 很多的表面的這個 會不會變這個不透明 很多塑膠材料也會變 所以 我們所謂20年30年的壽命 不是使說它完全不變 就像人有90年的壽命 代表人都不會變嗎 不會啊 人還是會有點衰老 對不對 所以 對於太陽電池的壽命 大家有這個概念 好 那什麼叫做半導體 那半導體基本上 它的導電性就是 藉在導體跟絕緣體中間 那它有一個傳導帶跟駕電帶 那光一旦進去之後 那光的能量如果超過這個 半導體的這個 導電帶跟駕電帶的這個尖距的話 它就可以把電子怎樣 脫離束縛呢 然後產生自由電子跟電動 那通常 細根者都是常見的半導體 那我們通常呢 會把這些 這些半導體 再去做適當的摻砸 增加它的電子跟電動濃度 好 那通常呢 半導體有所謂的 直接能細跟間接能細的部分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太陽電池 其實呢 這兩種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如果你是做發光元件的話 一定要採用直接能細的部分 但是因為我們是接受光 只要能夠激發電子電動就可以了 所以太陽電池其實是一個 滿簡單的半導體技術 它難是難在說 我怎麼把這個材料變便宜 怎麼把這個尺寸把它做得很大 然後還有 我還是強調那一點 我在整個生產過程所耗費的這個能量 跟未來這個太陽電池發電發了30年 所產生的電力 到底值不值得 所以我們所謂的本質半導體呢 基本上就是說 它原來就是細的共架件 那我們通常在這個本質半導體裡面呢 會把它變成N型跟P型 就是讓它增加電子跟電動 就是換一些三組跟五組的材料 那比如說silicon是四架的東西 我如果放進去自換鵬的話 那麼就會鵬是三架 就會少一個電子 那就多了一個電動 那就是P型半導體 那如果說我自換是零的話 零的話是五架的元素 五架跟四架相比 它就多了一個電子 那麼有零參查的這一個半導體材料 我們叫做這個N型的材料 因為電子比較多 那我在製造過程裡面就是把 N型跟P型連接在一起做 然後做成PN接面 這就是一個基本的太陽電池 所以基本上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所謂的能帶圖 就是能系導電帶跟駕電帶 那太陽光打進來之後 它就會怎樣 只要太陽光的能量超過這個間距 超過這個大小 它就可以把這裡的電子 讓它獲得能量 逃脫金隔的束縛 然後呢 把電子怎樣 跳到導電台變成自由電子 那電動就留在這裡 那就有電子跟電動 那就跟太陽電子 它就可以游走 那太陽光不斷的進來 所以電子不斷的增加 增加增加多了 上次要流出來 流出來之後 就會比如說 你要是接到電燈 電燈就會亮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呢 基本上 我們當然絕對相信 希望說 不是每一種材料 都適合做太陽電池 你一定要 你的這一個能系大小 剛好要搭配太陽光的這個品譜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說 大家有印象的話 大家看 這幾種材料 為什麼有些天生效率高 有些天生效率低 其實跟它的這個能系 還有太陽光的品譜 有沒有匹配有關係 這樣知道嗎 當然還要去考量到它製造成本 好 所以呢 接下來 就讓大家看 這這樣就講了 每個材料有不同的能系 就跟每個人長的樣子都不一樣 這是天生的 比如說生化家 它的1.43電子福特 就是這麼歡 然後呢 Silicon 1.12 就是這麼窄 那有人說 那這樣的話 它的這個 這個 哪一個跟太陽光最搭配 我們知道 剛剛講的太陽光是大概多少 大家有沒有印象 太陽光大概是從 0.4到4左右 所以呢 你如果去搭配到這裡 大家覺得 哪一個比較合適 當然是1點多的比較合適 這樣知道嗎 那1.1跟1.4 才比較合適 當然是1.4跟太陽光的平衡會比較接近 那有人說 那為什麼大家都 那為什麼大家都用1.1的呢 因為 細是全世界最早用來做半導體的 所以它的技術比較成熟 技術比較成熟 並不是它代表說它是最理想的喔 所以我們太陽光電 大家不斷在尋找這些新的效率好 然後它又能夠夠便宜 所以接下來我再來看大家的這個有關製程跟設備 大家了解這個材料之後 好 那每一個材料能不能被用上去 還跟說 做這個材料的設備成不成熟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大家從來在小時候從來沒有想到說 我們這個電視可以用這個玻璃板 用這個大型面板做出來 因為那時候沒有這樣的製造設備 那時候比如說 大家如果有在做機械系的同學的話 就知道 台灣真正在做這種大型的工作母機 所謂的龍門洗床 其實以前會有這種設備的 都是在軍事機構 它在做大型的戰鬥機的很多東西 才會有這麼大型 我們一般民間的機器設備 很少需要那麼大型 可是呢 因為我們的TNT面板的製程 它需要做大塊玻璃 然後去做成切割成電視 所以這一項技術慢慢被發展成熟 所以未來做大型的這個 建材一體化的太陽光模組 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呢 現在我們看到太陽電池 都是沿用我們過去半導體 比如說八寸晶圓 十二寸晶圓的技術 所以大家一定才覺得說 那為什麼現在大部分所看到的太陽的晶片 都是一片一片組合起來的 因為過去我們發展半導體工業 有四吋、六吋、八吋、十二吋 所以它的機台設備是很現成的東西 所以接下來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製程設備現在最成熟的 就是我們甚至在我們國內 就有整條生產線能夠完全自己製造的 單晶系的製程 那單晶系的製程 我們不能說它是最好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它是最成熟 不管是從材料 從製造 還有從它的設備 都是最成熟 也是目前全世界 在所有太陽能電池種類裡面 產能最高的 在這個產量最高的 就是屬於結晶 就晶片型的 那晶片型的 大家比如說晶片清洗 這個跟半導體這類差不多有多少 然後呢 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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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要做成Pn接面 所以要去擴散 這個都是半導體工藝改良的 然後呢 這個 甚至黃板印刷 這些都是在IC封裝技術裡面 都有現成的技術 然後 然後 印藏看板熱膜 網板印刷 最後燒解 就是這樣整個一條線 整個一條線 能夠產生的這個 太陽電池的這個生產技術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一個標準技術 比如說 我們從金棒開始 晶片切割 晶片切割之後 去把它泡在酸的石刻液裡面 然後去做表面 粗化 表面粗化在幹什麼用 就是讓它不會反光 然後再擴散 擴散完了之後呢 再把旁邊 導通的部分去掉 然後呢 再把它鍍上看板色膜 然後看板色膜 鍍完之後 再鍍上金屬 因為總是要連結出來 然後再網板印刷 然後再把它燒解 最後做成這樣的東西 所以 這樣的電池 你們看到 這個啊啊嚕嚕嚕在幹什麼用 就是讓它不要反光 知道嗎 然後鍍上看板色膜 然後鍍上 然後局部貨散 形成PM界面 這樣的東西 其實在過去 標準的製造 它的效率大概就是12到16 跟你材料好壞也有關係 可是 現在這個技術 不斷地在進步 我們現在大概沒有 如果我們工廠的生產技術 做出來的效率 沒有16以上 是賣不出去的 甚至現在標準的都推到17 17% 17%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太陽電池的技術 不斷地在成長 有一個台灣產業界告訴我說 它每做出來的太陽電池 如果多1% 它不要說不要多1% 多0.5% 它就可以多賺很多很多錢 然後當然 就可以發給員工更好的福利 所以呢 所有的這個研發人員 日以繼夜 想辦法 從16變成17 從17變成17.5 再繼續一直成長 因為為什麼 因為效率不同 代表你同樣這個太陽能面板 能夠發的電子就變多了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最後呢 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模組化的技術 那模組化的技術 就是你晶片做完了之後 你總是要 因為我們知道 一個太陽能晶片 只有0.5V 可是我們一個面板 怎麼用 一個板子模組 至少要24V或12V 如果是一個0.5V 我要變成24V 我要怎麼變成24V 我是不是要把 有48片要串連 所以 大家可以看得到 整個太陽能晶片 這一片一片 它是用串連的 串連跟並連 達到你所出來板子的電壓 跟電油 那怎麼串連並連 就是 你們看到 這是一片晶片 這是一片晶片 它的背面接它的正面 它的背面接它的正面 這樣是不是串連 所以 經過這樣串連的結果 我們在EVA 其實也是現在台灣 開始可以自己生產 是一種 熱溶膠 你們講熱溶膠 你說這個跟一般熱溶膠 有什麼不一樣 我可以告訴大家 它可以在太陽 以下曬 曬了20年 它的透明度 才衰減10% 或15%而已 我們一般的塑膠 隨便在太陽曬一曬 馬上黃化 所以這種熱溶膠 是我們現在 國內可以生產 然後上下再用玻璃 那以前早期 因為為了怕玻璃不穩固 所以旁邊還有封鋁礦 那現在連鋁礦都覺得太貴 所以我們現在是 上下玻璃就結合在一起 就沒有鋁礦了 因為鋁礦也是要疼疼 所以呢 大家經過川病年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一塊 從0.5V的 變成24V或是12V 好 這是整個封裝的標準的生產線 標準的生產線 其實這個是比較簡單 那這就是做出來的 太陽能電池的板子 一塊一塊 仔細看 有沒有看到 這是一塊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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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有串連刀 這是有不同的建材一體的 那這個是多晶的 多晶的話材料比較便宜 效率會少1、2% 所以 但是 這就是薄末的 薄末的 那這些不同的太陽能電池 電池 基本上 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重要 模組的效率 跟太陽晶片的效率不一樣 模組大家去買的時候要注意 他就告訴你 比如說我現在舉兩個例子 單晶跟多晶 輸出功率 175 這是125 開路電壓 轉路電流 列出來給你 好 問你說這塊100塊 這塊20塊 這塊90塊 你要拿哪一塊 這時候 作為消費者 以後 怎麼算模組效率 就跟我們一般家庭主婦 去市場 買蔥買菜 買雞蛋 要知道行情 每瓦多少錢 跟大家講一個數字 太陽光電真的要使用化 就是每瓦要下降到每金1塊錢以下 每瓦的成本要下降到每金1塊錢以下 所以呢 比較率 是我剛剛講 電流電壓除上太陽光 然後呢 你把剛剛的電流電壓乘下來 發現 我這個單晶系 12.8 多晶系 你看瓦數雖然小 可是呢 效率13.0 所以 你買哪一個才划算 要總的這樣計算 所以 還有記得 不同種類的太陽電池 它都會受溫度影響 像單晶 受溫度影響很大 可是呢 薄末 受溫度影響就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 能細大小的關係 能 單晶 單晶因為能細小 所以它很容易受溫度影響 所以呢 尤其是在台灣 雅熱帶地區 有時候夏天很熱 你太陽電池的發電效率反而降低 所以 寒帶地方沒有關係 所以 不同國家 它所裝置的太陽門的種類 還要經過選擇 所以呢 那這是不同日照太陽強度之下 它的電流電壓的特性曲線 當然 太陽光越強 你的電流電壓越大 太陽光越弱 它就會電流會下降 但是開路電壓都差不多 所以 大家經常在想 如果從這個圖 可以看起來 那太陽光從早上清晨出來 到9點 12點 每一點 是不是太陽光的發電量都在變 對不對 會不會一層不變 不會 所以 因應太陽電池的變差 我們開始會有另外一種 就是 有關電力調節 的設計出來 好 這是有關太陽電池的串變 這是我剛剛講過的 最後 台灣 在地理位置上 其實風力跟太陽能 是最合適的 以替代能源來看 當然 你也可以說 我們就是只用 火力發電 只用核能發電 當然沒有錯 但是 問題的重點是 這兩樣東西 都有它的一些圈吹的限制 尤其是火力電廠的部分 其實 在整個二氧化碳的開放 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然後成本的問題 還有對於環境影響的問題 比如說環境影響 以前大家看不到 反平面上升 看到很多氣候變遷 所造成對這個異常 造成對我們 這個 台灣生存條件的挑戰 那 台灣身為國際 一個一陣子 不能不重視這個問題 當然 也不能說因為發展 替代能源 而增加了大家的負擔 而增加 大家變成 用電很貴 所以 這時候 我們用半導體製程技術 資源的太陽能晶片 其實是我們台灣的優勢 另外 如果 因為晶片是很貴的 雖然我們半導體很有優勢 可是半導體很有優勢 但是這個晶片太貴了 沒有人用得起 所以 未來發展薄墨的部分 是解決晶片的最佳方法 但是 要發展薄墨 你的製程設備 還要 繼續不斷地改良 另外 就是說大家對於太陽能發電 因為不再只是純粹 因為牽涉到非常多環境的議題 所以需要政府的支持跟鼓勵 然後另外就是說 太陽電池一定要建材一體化 如果說你只是擺放在屋裡 或者是說擺了一個 當成這個裝飾品 那種太陽光電池沒有用 我們期待就是 在很多的律建築裡面 要跟太陽電池的建材一體 要結合 所以呢 我雖然提供了這樣一些結論 但是各位同學都是在校學生 如果你將來對太陽電池有興趣 那你覺得太陽電池要怎麼發的 那我接下來有一個我自己的建議 對大家 對於各位同學的簡單的幾張投影片的建議 好 這個再生能源 這個是美國NRAIL所提出來的 就是說 再生能源為什麼像這個愛因斯坦呢 因為要發展再生能源 大家如果今天聽過胡老師上課 就會發現 我從頭到尾一直在講 我們製造太陽能電池所用的電 值不值得 因為雖然這個太陽電池 能夠用二十年三十年 但是它所發的電 跟要製造它所用的電 到底合不合成的 好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有單晶 多晶 薄墨 但是都還沒有達到這個目標 那就要提高效率 那提高效率要怎麼解決 要回 還是要回到基礎 這個Foundation是什麼意思 就是 各位同學在學校 所學的很多Scientific的Foundation 它才是真正要解決 任何技術瓶頸的一個最大關鍵 所以很多人經常在想說 這個我念經濟的 我不用學武 我念其他的我也不用學經濟 可是大家會發現 其實做技術的人也要懂經濟 可是懂經濟的人呢 他能不能不懂再生能源 也不能 所以大家要對於這個很基礎的東西 要能夠多設立 才會有正確的觀念 還有你要突破 當然更要Foundation的基本知識 現在跟過去不同 過去的人大概就是發現 然後推導 可是呢 我們現在的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來看一下 這個Foundation裡面呢 其中有一部分 現代的同學最需要的 就是 Computational Science 什麼叫肯明Peminal Science 我們現在 今天的學生 跟20年前的學生 最大不同在哪裡 我們今天 有大量很好的計算工具 能夠提供我們作為設計上的需要 能夠提供我們對技術的預測 所以呢 不管是你理論科學的 難以去 難以去估計的 還有你實驗科學的 我們知道做實驗是很貴 然後你說這個東西到底生產價值高不高 好 這時候你實驗跟理論 怎麼樣去搭配 一定要靠Foundational Science 所以大家每個同學 對於未來 你今天作為今天的學生 你要去發展這些再生能源 不是說 比如說我能不能設了核能電廠之後 再來評估說 我這個核能電廠 對於整個台灣的經濟 還有對於整個環境的影響不行 所以我今天要做哪一種材料的 太陽能晶片 能夠符合台灣的需要 那除了你對於理論上的了解 比如說這個材料是不是有不同的能系 它有不同的吸收 它有不同的最好的結構 那麼難道我就去做了一個實驗 然後去設一個廠 等到我設了這個廠 之後我才發現 最後生產出來 就像我可以跟大家講 過去幾年台灣也有太陽能的一些廠商 一聽到太陽能 趕快投下去 趕快設廠 結果呢 這個發現有很多很多 太陽有待科普的問題 它就不懂得善用我們很多的 那計算就是我們現在跟過去二十年前的人 最大不同就是我們可以把很多實驗跟理論的東西 先做預先的結合 然後呢我舉幾個例子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 各位同學這是什麼 大家已經想不到這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來再看一下 這就是整個風力發電 到底每一支風力發電 設下去之後 它到底怎樣的間距怎樣的排列 難道你要等到設了之後 然後發現它排列太密 再把它分開嗎 不是 所以一定要做大量的計算科學 另外呢 大家再看看這是什麼 這是汽車的駕駛座 到底駕駛座人怎麼高度怎麼做才會合適 就是先看到要經過適當的模擬設計 然後呢 最重要的 再告訴大家 因為 你有模擬設計 你有這個計算科學 你有實驗證明 那有人說 要突破這個太陽電池的效率的問題 除了有計算以外 最重要的還是要有 Material Science的格數 也就是說 可以告訴大家 我為什麼從這個電機器跳到材料系 我就發現 我要把這個效率要繼續拉高 我一定要懂材料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 在新進的很多的 這個更便宜的材料 比如說像一些有機的太陽能電池 甚至還有葉綠素做的太陽能電池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甚至 大家我今天在這邊講說 這個太陽電池呢 單晶的、多晶的 它的效率都很差 它的效率雖然是很高 可是都很貴 比如說 那如果它一樣貴 我可以把它效率拉兩倍 那我是不是相當於成本的這樣一半 那麼 新的很多材料科學的技術 比如說量子點 為奈米結構的東西 都可以產生這種black-through 所以 最後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再生能源也好 太陽光電 追求太陽光電發電的夢想 其實還是我們不斷在追求的一個夢想 那怎麼樣繼續把這個夢想實現 其實我希望大家可以從 Fundamental的一些science的知識 結合 computational的跟實驗結合 那大家要懂一些新的材料的運用 我相信 在這三者相結合之下 我們才能夠真正不在太陽光電 就不再只是春秋大夢 而是真正解決我們人類未來50年第一個最大的課題 就是能源的運動 我希望大家能夠牢牢記住這幾點 然後呢 能夠在追求太陽光電發展的夢想裡面 那也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 不管你是學政策的 學經濟的 學機械的 學電池的 都一樣 所以 我今天就簡單講到這裡 那接下來呢 我們想要回答同學的一些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很高興大家做了很多事先的功課 沒有關係 好 大家做了很多的功課 那有一個同學呢 他這個 比如說有一個大氣系的 我看到一個大氣系的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科系 大氣系的蔡米佑同學 舉手一下好嗎 希望這個 你剛剛應該聽得很認真了 你有提到說 太陽能發電過程裡面 有污染力的優點 但是在製造過程裡面 也會用到大量的酸 來實割晶圓板 也會用到大量的水 所以台灣的人口低度很高 即使外牆都補上去了 還是只能滿足少量的住戶 然後考量這些重點 真可以 當太陽能電池真的是可以 這個作為這個發展 替代能源的重點嗎 那我可以跟大家這樣回答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做的是薄末的話 薄末它不需要用到很多酸 去做這個表面粗化 所以這個部分就沒有用到 那台灣人口力度那麼高 所有建築物的外牆都補上太陽能電池 大家知道 現在真正台灣在這個戶外建築一體的 其實少之可憐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真的是 即使它不能夠 完全替代我們所有的能源 至少百分之十跟百分之二十 其實大家可以考量一個重點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在前幾年的限電危機的時候 比如說 我們台灣的用電高峰 如果你看台灣電力公司的話 大家就可以知道 台灣電力公司 它為了滿足大家的用電需求 它所設計的發電量 一定要是 除了我們尖峰用電之外 它還要剩餘的電力 比如說到容許電力 比如說這個備轉容量 至少要備轉個5%到10% 可是呢 如果我們用電量太高 那備轉容量不夠 那我們是不是要改新的電廠 所以呢 即使再生能源 能夠占到5%到10% 其實在整個台灣用電量裡面 你就可以減少多設一兩個電廠 讓我們知道 每設一個電廠 尤其是像火力電廠的部分 因為它是最壞 但是它對於當地的生態 改變是很大的 我們雖然現在已經有了好幾個火力電廠 但是我們不希望看到 未來台灣因為經濟發展 然後又因為備轉容量的不足 然後又要燈射電廠 所以發展再生能源 其實是一個很有智慧 但是前提就是說 一定要它的效率要夠高 我們不可能 我們有德國的前側之間 德國因為前幾年 因為它這個權力在發展再生能源 導致於這個電費很高 但是要記得喔 德國的國民所得 是我們的好幾倍 所以它可以承受 可是我們台灣這樣的地區 說實在的 我們一定要靠我們的人發實力 能夠進入到太陽光電 真正的每一瓦一塊錢的 門檻之下的材料跟種類 才能夠大量裝置 當然這也是我們做台灣產業的一個機會 為什麼 因為你有這個經驗之後 你有這個技術之後 一樣就像台灣做的電腦 也不是所有台灣人在用 台灣的電腦 台灣的很多的晶片設計 也是可以輸出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今天台灣周圍地方 它的環境變遷 也會影響到台灣熱量 所以大家要有整體的這個概念 其實啊 有人講說 百分之五的備轉容量 你往往就因為百分之五 備轉容量 有些地方就沒有辦法用 所以這時候就必須要 增開基礎 其實我還記得有一個笑話 在我那個年代 台電很頭痛 為什麼 只要今天 尤其在中午 以前 這個中午 有附帶戲在演出 所以那個附帶戲 在一演的時候呢 所有的台灣 尤其在中午 本來用電量就不高 那到附帶戲一開演的時候 這個馬上電力 就超過尖峰部載 所以呢 曾經有一度 大家還希望 控制這個電視節目 來改善台灣的 這個尖峰部載的用量 一個是附帶戲 另外一個是隔斬戲 大家還記不記得 每當台灣萬人空巷 在看一個節目的時候 用電量也是高檔 那電力單位 它必須要有那麼多的 部載能量 所以在整個 能源經濟電廠管理 出配電裡面 其實你多一種能源 你就多一種籌碼 這是跟這位同學回答的問題 然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現在有機械系 陳宏蓮同學 你說太陽能現在是非常熱的議題 那太陽能的壽命有限 照降高昂 然後這個未來 整個太陽能對於面板的 太陽能面板的未來 其實我剛剛也大致上有做了一些表達 其實最重要的其實就是說 在整個我們其實發展太陽能 不是要製造另外一個 因為太陽能跟電腦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大面積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更少的材料去發展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現在的技術 慢慢的從晶片型的改成薄墨 其實你知道厚度就差了100倍 然後從一般的照光的改成 我今天並沒有教另外一個就是叫聚光型的 這是未來的一定的趨勢 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說 目前為止 其實能源供應一定要多樣化 這樣子我們整個的電力的調度 才會多重選擇 就像你一個能源 你如果只靠單一種能源 其實是很危險的事實 很容易受到 比如說你只靠煤 台灣也不產能 要靠一種 只靠油也不行 那核電也是另外一個議題 水力當然就不一定 所以每一種都有它的變數 但是總和起來 如果我們的再生的各種能源的種類 能夠更多 那麼其實對台灣是相對安全 然後呢 這個最重要的就是說 太陽能板 大家可能如果前流在說 過去所謂的這個 就我所知道 所有的太陽能場 目前都在做太陽電池的造型 大家經常在問 太陽電池到底是 20年的壽命 還是15年的壽命 其實呢 因為過去沒有大量在製造 不知道到底哪裡還有問題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光是一個熱熔膠 就是EVA這個材料 其實就過去10年來 就很大不正在改善 尤其是照光10年20年 那經過我們現在 非常多老化測試 或者講 最新的薄墨太陽能電池 是不是保證20年 而是保證30年 而且這30年裡面 所謂的保證 不是指說它不會衰退 而是至少要衰退在5% 跟紫荷等之類 這一點我相信大家非常樂觀 而且目前的新出的 廠的太陽能電池 雖然過去可能 10年前20年前 所出的太陽能電池 但是大家知道 過去所出的這個太陽能電池 類似在過去的這些科技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太陽能指標 而是封裝裂化 這些模組的封裝裂化 所以我剛剛最後不是提到了嗎 光是這一個材料的突破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大家知道為什麼我們EVA 可以從10年變成20年 來看這個 太陽能電池 它一定要包裝在這個EVA的這個裡面 上下都是EVA EVA如果一旦裂化就完蛋了 因為為什麼 通常高分子一旦裂化就變黃 變黃之後 用透明度就會變差 所以光是這個材料 其實因為耐以科技的移境 所以把有機材料跟無機混合之後 它的壽命提升了非常多倍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倒是覺得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一件事情 因為就是因為有各種 大家很經常覺得 我們國家發展耐以科技也好 過去發展什麼科技也好 面板也好 半導體也好 好像彼此都是個別的 其實它都是有關聯性的 我們未來做這些太陽能面板 其實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所以 這個 各位同學剛剛所提到的問題 我想我簡單就回答到這裡 那我們再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 化工系的 沈又渝同學 沈又渝 這是化工系的 這個 你有提到 這個太陽能發電 有一些 就是有太陽能才能發電 沒有太陽也不能發電 對沒有錯 而且它受天候限制 保養不可忽視 在這樣的缺點之下 這個 台灣是不是有建造太陽能的環境 我先告訴大家講 過去呀 在西班牙跟德國 太陽能裝上去之後 政府輔助後之後 然後呢 就沒有去管它了 所以大家都不去管它 所以很多都疏於保養 結果導致於後來很多太陽電池 發電效益都不講 可是 大家在座 有資管系的 還有有沒有人文社會學院的 科系的同學 你知道 德國改變了什麼東西嗎 它做了一個政策上的改變 就是說 它從你太陽能發的電裡面 你這一家 你這一戶 你這個 你屋頂上的太陽能板 發了多少電 我就政府再給你補償回去 等於說 每個人 因為這個政策的改變 每個家裡 家家戶戶以前都是在 除靠馬草交稅 他現在每天 這個會去把他的太陽能板 好好做保養 把它擦乾淨 讓他的吸收效果更好 因為他在想 我讓我的太陽能板 吸收效果再好 我就直接再賺錢了 所以 其實很多時候 政策 一個好的政策 它可以帶動 一個好的 這個 這個 尤其是太陽光電的方面 尤其是大家過去都沒有這個經驗 不知道太陽光電到底怎麼用 大家是裝了以後 就讓政府去養呢 還是說 我們每一個住戶都可以 可以自己照顧他 可是照顧他 照顧他總是要有誘因啊 所以 要從整個誘導機制 也可以做解決 所以 這一點 我提供這樣的例子 來做 這個 介紹 那我不知道 這個 如果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那因為這個 不知道大家 最後有沒有 這個 有沒有還想 立刻 做怎樣的回應 有沒有 好 那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交給這個 我們這個 施主任 好 那個 電燈打開了 所以 那個 我們這堂課 大概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我們下個禮拜是講生殖忍 生殖忍 所以我們綠色人員 新人燃料電子 那今天這個 太陽光電子 那麼 吳老師 我今天也上了一個 一個課這樣 從那個 最基本的 反動人口的材料 到製成 到未來 他的那個 展望 那麼 我們是不是 用最熱烈的 掌聲 謝謝我們 吳老師 給我們一個 非常精采的 兩個小時的 對太陽光電 我們這個 深入淺出的 精采介紹 謝謝 謝謝